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华民盛律师务所,我是移民部的Tina 现在在最近的去年2014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总统欧巴马开始对于中国跟美国发放了最新的签证的 放宽的这个签证条例 也就是说中国的公民他们签这个旅游签证来美国呢 他们是十年的多次往返 以及美国的公民签这个旅游签证呢 也是可以签十年的多次往返可以回到中国 所以呢放宽的这个签证呢 无非是沟通了大家对于双方贸易以及经济 以及这个很多教育等等发展的友好往来 所以呢现在很多申请人他们都开始提交很多材料 去准备这个十年的多次签证 其实这个十年的多次往返签证呢 他签十年并不代表他每一次可以在美国居留 就来美国可以逗留的时间 其实来美国逗留的时间呢 还得要看你每一次入境的 移民局给你签发那个I-94的时间 所以呢移民局虽然给你的十年的多次往返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每一次留在美国可以待十年的时间 每一次入境的时间还得要看移民局可以给你 可以居留在美国也就是您的passportI-94上面的这个时间 如果大家对于大家的身份或者是入境 在美国可以居留多长时间的这个问题有任何疑问的 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电话是626-282-6868 谢谢